我是AXL 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AutoCard的Landing Cost Module 什么是AutoCard Landing Cost Module呢 其实是通常是用在进口的时候 我们做Costing用途的 比方说我们进口一个东西是100块 可是我们的运输费要8块钱 运输费加那些奇奇塔的东西 ImportGP全部东西是一共8块钱 所以它的Item Cost应该算起来是108块 这样比较准确啦 如果是108块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的成本放100块的话 可能我们卖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亏掉都不知道 所以108块比较准确 像这种Costing的Landing Cost 我们通常是可以根据它的Subdoter 就是讲如果有三四个产品 我把那个三四个产品 看哪一个买进来的时候是最贵的 所以根据它的Subdoter来评分 另外一个是根据它的重量 所有的东西的重量 如果有200件 每一件有不同的重量 我们就根据它的重量来分这些运输费 因为通常我们运输费是一张单 一张单里面可能2000块 你要怎么平摊给每一个Item 这样会比较准确 所以就是根据这三个方式 一个是Subdoter 一个是它的中央 跟最后一个是Item的Volume 它的大小 如果是Quantity的话 目前我们是没有Support 如果你要的话 可以找那个Dealer去另外Customize 这个ByQuantity的话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例子 做了一个例子 比方说三个Item A B C 第一个Item 50件 50件10块钱 所以它的Subdoter是500块 第二个Item是20件 5块钱一件 所以是100块 所以第三个是10块 所以这个你看 当我们平摊的时候 我们是根据总 Quantity 总的Subdoter 总的Subdoter 是1000块 就是500加100加400 所以是1000块 1000块里面这个是占500块 500块你看这个Quantity 是50 所以它的总的占比率是500 占比率500的话 拿500除以1000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的运输费那些 加起来是100块 这样你就直接拿100块来 乘500除以1000 就达到50块 这个就是我们100块 要平摊掉那个运输费 平摊掉那个运输费过后 我们还要拿一件的运输费 比方说这个是50块 售这边有50件 50件的话 它一件的运输费是1块钱 1块钱50除以50是1块钱 所以如果它买回来的时候是10块钱 但是它的那个运输费 平摊出来过后 平摊出来过后是1块钱 所以它真正的那个Item的 Toss应该是11块 所以它的真正的成本应该是11块 而不是10块钱 而不是这个根据当价10块钱 所以我们做一个Sample 跟着这个50 10,20,50,40 这个方法 去看一下我们的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OK来到AutoCount这里 你看那个Stock Item Maintenance 这边有三个Item Item A,B,C OK 所以我就做一个Purchase Invoice 假如我做一个Purchase Invoice 这个是Under Supplier A 所以三个Item Item A,Item B,Item C 一共三个Item 所以跟着刚才那个Quantity 我们把它输入进来 这个是50 OK 然后这个是10块钱 然后第二个是 放回我们的 这边 OK 这边是 25 10 40 25 25 然后这边是10 然后这边是40 所以你看总共 一共我们买进来的东西是1000块 所以我们就Shift起来 现在我们去看Item A 它的Costing到底是不是10块钱 OK Item A这边你refresh一下 你看到它Balance是50 你Double Click进去 你会看到有一个Unit Cost的 这个是Up to Take Cost 这个是最准的 Up to Take Cost 是我们看Item Cost的时候 的一个Costing来的 如果我们有用Fersifersal的话 它有很多行动这里 所以它是看Up to Take Cost的 这个是最准的 So Up to Take Cost 50件 然后它是10块钱 现在我们做一个Landing Cost 看它那个Costing会不会增加 变成11 So Lending Cost 我们必须要开那个Module Module是在Tools 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 这边有一个叫Lending Cost的Module 你必须要先把它Tick OK 把它先Tick Tick了过后 然后我们回去刚才那个Personal那边 So你会refresh一下 我们看一下 So在这边我Edit的时候 上面会有这个Lender Cost 看到吗 Lender Cost 而且你看到这边会加上 Foreign Charges Local Charges Foreign Charges 最后最后我再讲啦 什么是Duty 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个Lender Cost 所以你看这边 它会问你的 你要摆Subdoter 摆那个重量 还是摆它的大小 通常我们是用那个Subdoter Subdoter 是最容易的计算法 然后这个Foreign Charges 如果你有外国的单 马来西亚的单 你就把它转成Module OK 所以你有的话 你就把它转换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总的数目 拿下去 其中一个都可以的 这个不重要的 反正就是它会相加两个 然后才平坦到每个 这个产品上面 好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不确定 你就直接打一个100块 OK 所以你看它就平坦了 那个准备50 10块钱 40块钱 所以总共加起来 这边是100块 100块这个50块 必须要平坦给50件 所以一件应该是11块 所以我们Save 起来 Save 了过后 我们再回去 item那边 我们再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item so 你会看到这个costing 它会增加到11块 而不是单才的10块钱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做法 会比较准确 在一个management的角度 OK 为什么我讲那个Landing cost 这个module比较准确呢 如果我们做账的情况之下 你看我这边有两个情况 那个Landing cost 可能是一个cost来的 Landing cost可能是一个cost 就是我买回来1000块的时候 我的那个cost是100块 so我cost这100块的话 我算出来的话 它的closing stock 我的刚才是11块钱 所以它的closing stock value是1100 1100的话 如果在我没有卖出去的情况之下 我应该是没有赚没有亏的 直到我卖出去多少钱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赚还是没有赚 so另外一种情况是 它是一个expenses expenses的话 你也是看到它买进来的时候是1000块 它的那个运输费 你是放在那个expenses 但是我的closing stock是1000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会看到 它是算起来也是0的 到最后它的make profit还是0 所以在这种情况比较准 如果有lending cost的情况 只要我们closing stock 它会1000块再加那个运输费100块 然后再加那个运输费100块 这样子的话做仓会比较准确 但是如果我们拿来用回之前的方法 就是这个purchase1000块 然后我们这个shipping cost shipping cost我们可能是 key在那个ap invoice ap invoice 我们key在ap invoice上面1000块 under cost这里的 so到时候你看它是 它的closing stock没有增加 因为closing stock的话 没有lending cost它还是1000块 在这种情况你会拿到一个 错的profit loss 或者是没有这样准确的profit loss 会有一个negative 1000块的一个profit loss 或者是另外一种 我们丢去expenses写实 到时候你也是拿到一个negative的profit loss 在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有lending cost跟没有lending cost 的最大的差别 让我们来test一下autocount 它能不能做到那个准确的account okautocount里面 你要先把那个account key进去 我们做一个semple 刚刚我们是讲到它可能是一个cost 所以我们在cost这边key那个account 那个account是611000 ok这个是shipping cost shipping charges shipping charges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shipping charges 611 ok 所以我们如果是做账 我们是分开key的嘛 做账 ok so 再讲一遍哦 或者是我再讲一讲 而且以后在这边 它的目的是为了update 那个lending cost lending cost 去我们的当价 所以我们做costing 这个是management用途的 management用途的 我们的profit and loss account 如果你看完我们的profit and loss account 它依然还是1000块的 它没有影响到我们做账的 那个lending cost我们key了进去过后 我们做账依然是1000块 如果我们有运输费 我们还是要key in那个运输费的 key in运输费的话 它是在ap invoice 或者是cashbook entry 如果它是直接一个expenses 你就cashbook entry咯 如果它是有supplier的 你可以用ap invoice 然后ap invoice这边 你可以放一个这个shipping folder ok fororder的supplier so 这个 或者是supplier shipping的那个partners ok supplier 然后我们就save起来 so 在这边items shipping charges 刚才我们key了一个example so 这个运输费100块 我们还是要打进去 还是要打进去 so 打得进去过后 你会看到那个open and loss 这边是 减 ok 你看是减钱力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那个 closing stock的venue放进来 so 在我们没有卖出去的情况之下 本来我们是没有赚没有亏的 直到我们卖出去 我们才知道有赚还是有亏 ok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卖多的钱 so 你要把closing stock放进来 你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看那个stock balance report 看他的那个final value 然后自己key进去 okkey去这个stock value maintenance so我现在的必要 我是用live stock live stock的话 我是chooseoption ok 这边我可以用live stock的 好我直接用live stock 然后我就重新再review多一次 这个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ok ok 然后我没有update到那个stock group ok 因为这个item 我必须要把那个group 也填进来 我刚好没有做到这个动作 ok so 让我去把这个stock group so let's say这个是 firm来的 做一个group 是underfirm so 这个我必须要把它update进去 closing stock的6.n 有了这个info 它才能 起动那个live stock 但是前提是 我必须要把所有的item 都填进去 so如果那个item不属于stock的 这样就不需要填到这个group 这个group是有stock的group 然后我们再看回profit and loss 你问我为什么叫stigma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这个是新的那个称呼 你可以自己换的 你去toothoption那边 可以转成那个 旧的reporting standard terms ok so它就会变回去profit and loss so profit and loss 我们再次看了一次 它现在就会出来 你看它的那个costing会比较正确 这样子的话它会变成0 好 不管我的shipping charges 是放弃expenses 如果是expenses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看直接的track 然后直接在这里 你把它track去expenses 这样你再refresh一下 我们看回那个project and loss so 看它还是0的 到最后还是0的 这样子的话做账比较准确 因为那个costing 我们算这里closing stock 它已经是真的了 这个比较准确一点的做法 跟着下来还有什么setting呢 so 我们可以set它的default method 我们可以set它的那个 每一个item有一个import duty 刚才我讲有一个import duty的东西 我们也要注意什么是multi currency 在multi currency 它是怎么样capture 那个lender cost ok 回来看我们的那个setting 在这个tooth 那个option那边 在invoicing这边 invoicing这边有一个叫lending cost lending cost 这边你看有这个calculate lending cost provided rate ok by subtotal还是怎么样 so这个就是它default的 就是讲你选了过后 到时候我在那个purchase invoice这里 ok 你就会看到它的那个 它是default是狗在哪里 它的目的是这样 然后当我们去开一个新的purchase invoice的时候 ok 它的新的purchaseinvoice 刚才那个是旧的 所以新的purchaseinvoice 它会default在这个 已经是preset好的那个option里面 so另外一个setting就是 关于到这个tuty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是import duty的 有些import duty 进口的时候已经是知道多少钱 然后在这种情况我们会先 提前key in 然后这边是percentage 那些是5个percent so你开invoice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capture 这个item它会另外再算了一个import duty so是20块 到时候会加去那个costing里面的 跟那个lander cost一起加进去 这个你也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 你看啊 这个我打了不出来 它的那个lander cost没有跑出来 原因是它是跟重量跟volume so如果是跟subtotal 如果是根据那个重量还有volume 这个你必须要去item那边 每一个item都有一个地方点填的 在others这边 它有重量的大小 重量的大小 你可以在这边update的 update了过后 它就会根据有填到的item 它就会加起来 帮你重新 算一次它的那个lander cost 通常不建议它用这个方法 反正有时候你忘记把tagitem填上这个资料 这样你就lander cost就做不对了 so 我也是要看你的神秘的模式 ok最后一个是有关于到multi currency的 就是我进口的时候本身都已经不是马币 这样它的lander cost到底是用马币来计算 还是用那个外币来计算 so我们去tooth那边 ok先test一个carrency ok开这个multi currency的module 开了过后过后 我们就去add一个carrency so在general maintenance 这个carrency maintenance 然后这边我们加一个usd 可能是4块钱 这些是open account loss account 然后就是general account ok so填好了过后 我们就去开一个supplier 假设这个是usd的supplier 所以我们就选它是usd的supplier 这边carrency我们就放usd 然后记得记得放usd 到时候我们在project invoice的时候 我就选这个usd的supplier ok我为了不要去做弄之前的item 我直接加一个新的item 这个是import的item multi item so我就放info item ok目前是没有cost的 完全没有订过 so我们就来看一下 let's say我订一件一百块 ok这个一百块的我订哪一件 一件一百块的这个info item so我的lander cost ok是8块钱 so我们看8块钱是非常supplier 不要非常那个item rate 非常supplier的话是108块 so你看这边是马币 马币是400 因为那个rate我放4块钱 所以马币是400 so它到底是呈现108 乘以4 ok就是432 还是它是用400加8 就是408 我们看一下 ok so save了过后 我们确认一下 在这里是432 所以lander cost 也是以那个美金来计算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 因为通常我们收到的那个外国的单 或者是import duty的单 它已经是转去马币 但是你要想办法把它弄回去美金 然后弄回去美金 这样子的话 你在计算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 可能lander cost 它是运输单 它给你是两张已经参起来了的 两张参起来是一个2000块 这样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可能从这个总数那边 你就分它是一千一千的还是怎么样 你自己去分了 然后我们才update 回来这个lander cost这个地方 所以注意注意 ok我再重复一次 这个lander cost 只是影响我们item cost 就是我们management的那个costing 但是在account那边 其实它还是 如果你有运输单 还是要key这个app voice key了过后 还是要正常这样子payment 或者是直接key那个cashport entry 这个account entry是没有直接 在这个lander cost 这一个function那边 直接帮你做 ok目前是没有的 如果你要它直接做的话 那些要另外改良 到时候你要contact我们的帮助 ok so 整个lander cost大概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有认可疑问的话 欢迎你mail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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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